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地藏经里面 发现到地藏王菩萨的前身 像波罗门尼 波罗门尼 这个地藏本宴 波罗门尼问慈亲 有这一品 波罗门尼问慈亲 地藏菩萨的过去世当中 也是波罗门尼 这个尼呢 所以地藏菩萨 一定在他的过去世当中 他都是男生 其实也有女生 所以在这个沙佛世界 很多的女宗 有很多的女宗 也有很多的男宗 所以应该讲起来就是 男女是应该要平等 男女是应该平等的 像地藏王菩萨 他的过去世 他曾经是波罗门尼 所以不一定 所以不一定 菩萨成为菩萨的时候 他显现的是 他过去世 不一定就是 男的 有时候 有时候他也是女的 地藏王菩萨是八大菩萨之一 八大菩萨之一 是一尊很伟大的菩萨 我也曾经讲过 地藏王菩萨 也是莲花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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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男的 或者是女的 没有什么轻重 没有什么轻重 成佛不分男女 像六祖会能 如行者 他是见五祖红人 五祖问他 你是哪里人 六祖就讲 我就是广东人 我是广东人 五祖说 南满 南满的地方也有佛性吗 南满的地方 南满 广东是属于南满 南方嘛 南满的地方有佛性吗 六祖回答 他说 人有南北 佛性没有南北 这五祖红人 一听他讲说 人有南北 佛性没有南北 他觉得说 这个 他回答得非常好 事实上 人没有南北 是分 所以在沙坡世界的众生 一样 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不管是男的 你的 或者是你生活在哪一个阶层 都是一样的 我讲地藏菩萨 意思是讲 众生 所谓众生 跟自己 其实没有什么分别 所以才讲 心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众生就是佛 也就是心 心 佛 众生 没有什么差别 我今天讲 地藏菩萨 主要是讲 大家都是 平等 一如的 每一个人都是平等一如的 没有男女之间的差别 没有你是哪里的人的差别 所以在这世界上 不管是白人也好 黄种人也好 有彩色的也好 红人也好 不管你是什么人 甚至于 六道的终生 都是平等一如 没有差别 不只是六道 召唳四圣 全部都是平等一如 和声 六道的终生 全面 和声 全面 禅 全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